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邀请到钟家榮小姐 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家榮很高兴又见到你 很高兴又见到你 因为家榮是我之前香港大学的学生 我对她一定的认识 对她的理念 她的性格都知道一点点 今天很高兴 我有点想问你 你知道我们的节目做什么 访问青年 你算是青年 你必须多久 一年 我知道你现在应该是社企 也算是 工作性是什么 大家对你没有认识 我想你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对你的工作多一点 工作 其实我正职就是在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做的 那就是 其实它是一个投资 一个机构是用来投资到不同的社会企业里面 但是投资就 可能不只是投资金 那就是会投放不同的资源 包括一些人 即是一些专业人士 或者提供一些网络 或者提供一些专业的 咨询服务 明白 会有多元化的投资 应该可以说 那我选择你的机构 应该是SVHK 对 Social Venture 上海 那你最近在里面做的事是什么 很多东西 大家观众也想知道 我 我开始设计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有些是叫Portfolio Management 我们是投资了在一些不同的社会里面 那我们都会 除了放多些钱 都要看它 运作如何 如果它出现了不同的问题 或者有不同的需要 那我们就要有反应 和 运作一些适当的资源 放回去 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会做一些 即是跟踪的工作 可以说 就是会看看 一些金融方面是怎样 这些东西我要继续 其中一样 像是一些研究的东西 还是一些研究的东西 研究的东西 研究会有 我觉得是研究多些 例如我们刚刚出了 这个叫转的社会企业 他就是为了一些 我应该听过 应该在街上见过 有多少届 转的是的士 是一个给轮椅使用者用的的士 基本上他想解决的社会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给轮椅使用者 是专用的交通工具 很多时候的士 如果要截的士 去医院 什么都好 就要搬过去 你可以想象到 轮椅使用者是 很不方便 好像货 扔到车上才行 所以就想到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一个 不需要搬的轮椅的士服务 他就在车后面 其实他现在 我应该见过 很大型的的士 好像七人车 这个计划是你们统筹 还是支援陪套的帮忙 两样都有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 我们因为是 其中一个人 或者一班人想到 现在就是其中一个人 去带领 明白 所以由一开始想到这个想法 到最后 真的有车出街 都是SVHK一路去栽培 明白 以及现在管理 回来 你会参与 SVHK有关不同的项目 还有一些 例如 企业的支援 有什么会做 现在我会做多些 策略性方面的东西 策略性方面的东西 就是看看 因为我们已经成立了三年 都做了一些东西 明白 但是就 其实看到一个环境 就是社会协业 工业 你可以说 或者 社会协业 这个环境里面 有很多东西 都是 欠缺 或者还未发展得很好 我们是想 最后是想 投资下去 社会协业 帮他们发展光带 但是 看到到现在 都有很多 就是 不是那么多 项目可以投资下去 是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可以做 例如我们做多些教育 就像你这样去 就是 你去 叫什么是学生 找些学生 又给很多 是他们想想想想 property 这是其中一种 另外 可以做一些 枯化的工作 就知道 有人想到ike 满正的 帮他们慢慢变成 社会 就是很多东西 就行 但是我们的机构 本身 其实是比较小 都挺新 那我们 怎样 做些什么 和集中聚員在哪里 那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 比较著重的一個位置 我不擔心 機構是貴精不貴多 機構可能有幾百人 但有時不足幾十人的機構做了很多事 亦是必做得這麼好 反而我想看 為何我會問你 讓你介紹一下你的工作成績 因為我知道你當年所讀的科目 是國際商業管理的執行 為何你現在做的事 我不可以說你完全跟商業無關 你也要考慮一些行業 考慮 去做一些跟社會有關係的東西 但又不是完全直接的 因為多數你的學是畢業的人 我的同學 多數入IBAND 要入一些會計師行 有些想著可能會長時間發展做顧問 就是管理顧問 但你比較不同 因為那一屆我所知 只有你一個是在做這種事 我想知道為何你有這樣的理念 是否一開始你已經有這樣的看法 例如入大學之前 還是你在過往幾年有些培養 或者有些東西你動色了而改變了 我想其實我中學開始 已經對社會問題比較關注 我看多一些國際的東西 例如難民 災害導致很多人會失去家園 因為我那時是讀疏假的 我很喜歡看他們 那時是否 不是啊 求學就是交分數的 好 我就是 我那時喜歡看地理和這件事有甚麼關係 可能那些男人遍佈在哪些地方 怎樣去因為地理上的因素去找一些解決方法 先生沒有教你那些東西 哪些東西 剛才你說的地理分佈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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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是啊 我錄的老師很厲害 明白 我覺得挺有趣 之後就開始會看多一些 不只是看地理那方面 慢慢就會覺得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看這件事 可能是社會科學方面 之後就會看一些經濟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去解決同一個問題 那時候就開始對社會問題有興趣 那時候比較集中在國際方面 我記得尤其是難民那件事 我就很激動 覺得是否搞錯 這班人已經在家的時候被人斬斬殺殺 他們去到其他國家 他們又不要他 或者擺在一些難民營到沒有東西吃 又很辛苦 我覺得這件事很不公義 那時候就很燥 你那時候是說中學的時候 對 中學的時候 誰知道 我發現 那陣子我發現 原來香港有難民 不是說越南那些難民 只是說有些是從非洲過來 有些是從東南亞過來 我就比較惡然 原來有些不公義的事 在我身邊都發生 但我是完全不知道 那時候我就覺得 有點慚愧的感覺 有沒有搞錯 明白 就開始找一下 其實在香港裏面有什麼問題 而我應該怎樣去跟他交接 那時候是中學的時間 為何入大學不讀蘇俠科 我記得 有幾件事 我想第一 就是 我都 可能有些幻想 我喜歡國際的問題 聽到這個 叫做國際行業 我覺得很國際行業 很國際行業 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問題 那 這一點 就是 我自己一廂情願 覺得他是這樣 那我就進去了 是 那第二 就是當時 學會了 Microfinance 即微亞販門 這個 那我就覺得 挺有趣 那 他的服務 群體是很廣 一開始在曼加拉 慢慢就變成 一百幾十個國家都有這些 其實商業模式 都可以做到很多扶貧的工作 那這樣的交接 有國際 有業務 這方面 好像挺正 又可以解決多些問題 當時就是這樣想 明白 這個課程 我也有份教 到最後 其實訓練你一個思維是國際的 但是要很針對性 剛才你所說的東西 應該在整個 整個構囊上 沒有遮蓋得很細緻 商業部分應該多 管理公司的運作 但就比較 我想跟你所說的部分 就不是完全掛勾 我也很明白 其實我覺得 某程度上 是看你怎樣去 控制你的課 我經常走到 社會科學 即是經常不上課 那時候 什麼呀 兩邊都有上課 我課堂有沒有上課 當然有 我會繼續 我是那些 我會堆爆的 資訊 去上課 即是你不怕辛苦 你什麼都想見 想知道 即是我不怕有行業 你偷入去 你偷入去 我會去那些社會 你上課堂了 沒問題 可以的 即是 兩邊都 你那時候是小學 對 我是小學 其實你是 入大學之前 你已經有這樣的理念 入大學 你是想擴闊這方面的知識 和視野 但可能沒有完全跟你想的一樣 但你之後 也很把握機會 即是在各個層次 不同的地方 去了解更多 但為何我入了SWK 其實都是因為學校 明白 因為有一次 我現在的 即是我們現在的CEO Francis 他去了港大 去教那些通識科 明白 我講社會企業 當時想起 microfinance 就連接了社會企業 但我都不太了解 知道有microfinance 其他人都不知道 剛好有一科 是講這件事 我打算去社會企業 其實我是很傻 我是拿著一杯汽水 那些同學 誰知道 他搞了一個 像特朗普的朋友 整個課程是這樣 每一堂會淘汰學生 每一堂會淘汰學生 每一堂會有一個挑戰 然後就要寄出你的答案 他最後會 篩走一些人 最後篩定一個 做他的apprentice 那為何你贏了 不用說 最後因為我淘汰了 所以進去做了委員 明白 他淘汰過程是看你的 學術知識 還是看你的個人的 passion 是怎樣淘汰 有什麼概念 我想他設計的時候 是想你出到一個想法 所以一開始就會問你一個社會議題 看看你有多了解這件事 再讓你想想想想 如何去做這件事 再深化就是 你開始想一個商業計劃 想想什麼商業工具 去實現你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 明白 所以他會看一個很邏輯的思考 有些創意的想法 還有一些計劃 就不只是看你的學術知識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的 學術知識 到最後選了你也對 因為你其實之前的 passion 各方面都是這部分 有三個學術知識 而其他人也有很創意的想法 但我有看我的優勢是 我讀開 business 然後又做做 present 你知道 我们的科目是很强的 也是我们的专长 所以这样就稍为有一个优势 回头了 刚才一开始问你现在做的事是什么 很策略性的问题 之前我都和你提过会问这些 不过没有特别给你准备 然后一直都说回 你小时候所看到的东西 和你之后大学到现在有一个连贯性 其实想知道你选择这条路 你觉得你寻求人生之中在什么 而选择这种东西 有些人会在选择 选择其实对不同人的看法很不一样 有些可能是金钱地位 很多同学毕业也是这样 有些不是做一些缺乏的东西 有些不是做一些自己的满意 达置自己想要的东西 其實你個人來說你自己 不可以說你活了很多年 但你活了某個時段 做了少許時間的事 你人生的目標是甚麼 為何會導致你做這件事 我想很多觀眾都想知道 我們的年輕人 有些熱情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的想法是怎樣 要組織一下 不要緊 聊天 其實我沒有想到這麼深 我想我中學時會有些念頭 會有些想法 中學反而會有 會有一個很詳細的計劃 最終我要去到聯合國哪個位置 請教地下 我小時候也會這樣想 小時候會喜歡想這些 但現在我不是覺得這些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覺得現實地打到來 我就向他低頭 我覺得不是這樣 只是我覺得 我看的東西始終是很少 所以在現在去定 其實我將來想做甚麼 這件事就不太現實了 明白 即是你會比較有東西吃了 但不代表你的健身 或者你所想的會有一個掣肘 即現年可以很闊 我現在比較感覺到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在這邊我未見 所以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最喜歡 或者最 passionate 是甚麼 這個我同意 我從最初見到你 到這兩三年 看著你的改變 我都看到你的想法 我不可以說差了 應該是好了 我感覺是趨於成熟 但我經常覺得 年輕人不應該思考太大 但有些時候 有一定的 即是浪浪 即是浪浪 我覺得方向會比較清楚 這段時間我看到你的改變 其實之前 我也同時有 Chloe 即是你的師姐 你也有聯絡的 她也是做一些 跟社會的 charity 和扶貧有關的工作 其實你現在做的事 未必完全跟她一樣 香港大學來說 其實我所知 都有一些同學 會有這樣的理念 其實你們互相之中 有沒有一些 扶持 或者會 會幫你們 這班人 凝聚的 你們的興趣 或者你的 passion 你的熱情 我想這個 和所有 我們在大學搞的 社會活動 都是一樣的 都是很講 我們自主去做的 或者自動去做的 我同學都有嘗試 他會搞不同的 program 有些去非洲 又會嘗試搞一些網絡 但我想最後 我想 在這班學生裏 所謂社會傾向的學生裏 都有不同種類的 有一些 多數是香港人還是怎樣 香港人 多數是香港人還是不同的 多數是香港人 都混合的 但 這個又 去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人跟不同的文化 又不一定可以混合得很好 明白 我想說的 多點是 有一班 他們很熱衷去做社會服務 但就是這樣 我空閒時間 我去探望老人家 又教小朋友 就很開心 但有一班 他們真的想 帶動一些改變 有團火 是嗎 是的 那些是 他不會限於我 即他們的行業 他們不是太窄 不是說 我要做到賺很多錢 其他人又捐些錢 他們會覺得 這件事是我的人生一部份 那你是屬於哪種 似者 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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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會覺得 所以我再說 就是 營聚這班人 就是 你有那種 團火 那些人就會走在一起 畢業之後 還有沒有聯絡 你跟這班 志同道合的朋友 其實我現在 主動去找這班人 我想那時候 就是各自行政 這樣的感覺 我們大家都很有火 各自去做不同的事 但我現在越來越覺得 就是這班人 其實第一 我們本身互相都很需要 那種支持 其實是精神上的支持 因為你在香港搞的事情 是真的不容易 這個很明白 是的 那種壓力 我在那時候去交易 美國那些 你不會有這樣的壓力 很多人支持你去搞一些社會運動 那些事情 香港就 你不是做Iban 就是 一個人打沉你 是的 那是沒話說的 但你剛剛上了北京 我知道你剛剛畢業的時候 上了北京一段時間 都是在做和社企有關的事情 其實那時候就做多些 我先去聯合國 之後就做了多些 一些氣候變化 那時候就像 環保運動的感覺 是 跟SVHK做的事 又不完全一樣 是的 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 我看的事情 比較窄 尤其是在香港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想去看看 不同的事情 先去決定 最後 第一個工作 想做什麼 你離開香港的短短時間 不是很長 幾個月的時間 對於你的視野 有沒有幫到 我覺得很大的改變 很大的改變 是的 那時候 尤其是第二份工作 就是做氣候變化 其實我做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 原來有這麼多事情做 那麼多人 會因為我的決定 而受到影響 應該這麼說 我當時就想著 其實這份工作 好像很有挑戰性 其實在內地 去做一些氣候變化 有關的活動 是大型的 是說全國去做的 例如一個全球的氣候行動日 我會負責去協調中國 即是內地的項目 最後我們在中國 搞了三百個活動左右 在三十個省份地區 這樣搞 我本身就覺得 很挑戰這件事 試一下 真是傻的 誰會打算搞這些 有些人又有錢的支持 我覺得很難得機會 今天試一下 但之後我發現 其實原來做這件事 是 我是要去管理很多人 而那些人 都是很年輕的人 還有 可能大家都 想法都不是很成熟 為何要遇到這件事 怎樣可以做這件事 做這件事對中國有甚麼影響 我們作為青年應該有甚麼貢氣 很多問題慢慢會出來 其實最初參與 可能是為參與而參與 不是說你 是說他們 我想大家不是對那個議題很了解 氣候變化這件事 當時我進去 我都不是很明白 不是很知道 所以 我慢慢發現 其實我進去這裏 其實我影響了很多人的思想 可能他們的價值觀 我都會很直接地影響到他們 明白 原來這件事很沉重 所以 在設計我做甚麼 如何培養這班人 我需要有很多反思 有很多掙扎 在那裏便會有成長 可以改變 看回你從中學 到你出來工作 還有你學習的過程 很肯定 大學的教育 有些東西 是教不了你 那些東西 就算在大學想拿 最重要是拿到那班人 或者 志同讀學那班人 拿到群體網絡 你再用自己的知識 出來社會做事 再慢慢發展 其實這樣是否比較容易形容 你過往這幾年 你自己在這方面的培養和進展 我覺得 我現在比較強烈的感覺 就是大學 真的沒有教我 人那方面 而去到尾 我覺得 無論你做商業 你做NGO 你做甚麼運動 其實最後都是講人 都要人 所以現在很多人 有很多理論 但是 在最後一天 你可以在學校 學到很多這些理論 但是 你去到真的做的時候 你完全不知道是甚麼會事 那就很害怕 所以 都要 靠老師去指導 多些學學 你別這麼說 我這個我很同意 因為 在過往這麼多年 其實跟很多不同的同學談 我都有跟他講過 其實你在大學的事情 可能出來做事 有九成是用不回的 但是你管理人的 溝通技巧 最重要是可以用回的 是便宜的 所以出來做事 如果你做事 搞不定的人 其實都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那件事 其實大學你可以學到的 反而知識 你大學的東西 出來是未必有用的 而且要出來 重新學習歌 但你已經看到這一點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你不需要很久 這件事 會有多影響到你未來的發展 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最近都在 蘇豪區中環 搞了一個民族音樂的活動 為什麼你會搞這些 和氣候沒有關係 和氣候沒有關係 和扶貧也沒有關係 和社會的企業 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你會搞一個 跨文化的音樂會 你會搞錯了 其實很有關係 其實一開始 我可以說回 那個做企業 那時候在KONU 學那個社會企業的課程 那時候 我的企業最後的點子 就是做一些 給少數族銳 和主流社會連接的 一些企業 有些不同的產品 就是做這件事 但是一邊看著 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想法 如何去做 之後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覺得現在社會企業 很欠缺一件事 就是不夠型 是 所以我們年輕的一代 很少會進來 因為他們會覺得 做社企業 做一些秘會工場 去一些餐廳 最多可能剪頭髮 他們就沒有興趣搞 所以我就想做 既然我也是這個年代 我又知道大家喜歡玩些什麼 我可不可以把這兩件事 加在一起去做 所以我最後 跟一個想法 就是叫FML 其實英文就是想說 Fusion Music和Life 透過音樂或一些藝術 作為一個渠道 或一個媒體 去把一些 少數族裔和大眾交接 明白 那我先多謝你 其實你所做的每件事 基本上跟最初你的理念都有關係 只不過是不同的層面 不同的範疇 對不對 因為時間都過得很快 我都不經意同意了很久 因為時間所限 今天都要跟大家說再見 但我也想再三次多謝你 加榮在你工作的時間 會抽金頌羽的時間 跟我們分享你的事 今天都很開心 大家可以看到 原來做社企 各方媒企業可以這麼闊 那個目光 我們今天就這樣 好嗎 我跟大家說一聲再見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